蓝白的修法越演越烈 绿营抗议也层出不穷 民进党还是动用了最熟悉的那套 耍流氓 比举手投票 比不赢就开始打架 打架输了就叫弟兄包围施压 民进党是多数得听民进党的 民进党是少数 那你们就是反民主 还是得听民进党的 连续好几天 明代在审法案的时候 外面绿营就动员支持者 加油打气抗议 他们要像太阳花之乱 攻占议场吗 没有没有 民进党自己也知道 自己执政 议场还是要省预算推政策 不能停摆 加上美国也有指示 不要闹得太厉害 因此极力指示学生 不要冲 不要攻占议场 就是在外面群聚呐喊 这有什么用呢 塑造舆论呢 就说 哇外面多数民意支持啊 然后引导舆论 别忘了 民进党最擅长舆论战 认知战 以前反萊猪有65% 最后投票 还是民进党胜利了 多人上街 媒体报导 就能趁机不断宣传 民进党的观点 搞成流行 时尚 有趣 好玩的风潮 让更多人加入 但可惜啊 这些人不成气候 或者说他们传承了十年前的优良传统 太阳花 成名的几个 都如何了呢 难道女昌 现在呢 喝酒 约会 蹭饭 当巨婴 有人留言 来到现场 交伴侣啦 还有人分享 去了一圈后 满载而归 满满的零食饮料 还有人抱怨 都是蓝白来害我参加抗争 害我买不到回家的高铁票 甚至还有学生说 剩下几天就要考试了 为什么蓝白还要害我来抗议 不是蓝白害你 是你的智商在害你 没办法 带头的就没什么智商 当民进党的明代 对外宣传 我们没有动员 都是群众自发性走上街头 结果马上流出影片 现场集会负责人呛警察 我们党团的人在这没有用 要党部的人在吗 大字报 公开坦白 就是民进党动员的 不只有民进党党部 还有民进党党团 通通来打脸颗见名 还有民进党的议员 贴图说我也在现场 结果那张图案 不是台湾 是香港 蹭抗议蹭到这种地步 上梁不振下梁歪 底下的素质可想而知 真的爱台湾吗 结果半夜大吵大闹 旁边的医院都抗议 还要被处征 连身旁住院的病患都不爱 还爱什么台湾 我当时直询台北市 建议兵役局去现场募兵 现场青年号称爱台 不当兵太可惜 既然如此爱赖清德 赶快加入赖清德的军队 黑熊学院当初还号称 招募了三十万名神射手 浑身是胆 义夫当官 跌摔脑袋 现场募兵看 有多少人要来当兵 因为可能很多人 也是来找工作的 没办法当林非凡 有二十万 有九万 至少从军有四万 而且别小看他们 这群抗议人士 有很强的作战能力 什么作战能力 认知作战能力 所以前几天 我就孤身 深入敌营 到现场高举募兵广告 后来我想想 捐血车应该也要开到现场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这些热血青年 不敢当兵上战场 至少应该捐血救人 我是在帮你做功德 你看赖清德 立刻发表声明 支持学生 这是公开对在野党明代开战 摆明只想巩固同温层 未来行政立法机关的关系 只会越来越恶化 抗议只会越来越多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 让蓝白继续合作 吃反绿的票 未来选举 持续分票 绿营就能继续当选 第二 攻击民众党 毕竟民众党 许多是绿底 透过打白 能够让一些浅绿头白的人 回流 一切都是选举计算 而当前的改革法案 真的三读通过了 蓝白也不能乐观 因为民进党说得很清楚 还要交给大法官 大法官不就是民进党掌控了吗 到时候又结合大法官来说 蓝白果然违法乱搞 所以未来蓝绿白的对立情况 越发严重 可能要一路延烧到2026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Pitts worth mo 跟着技术 telescop只能来选住 处于王冠 犯 说 他们 就不 spending 联系 pret